美国财长叶伦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50周年晚宴 针对美中经贸关系发表演说 叶伦先回顾过去三年拜登政府的政策 表示美国经济基础强劲 不怕和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健康竞争 再次强调美国不寻求和中国脱钩 因为这将损害美国跟中国的经济 并且对全球带来负面影响 叶伦重申优先考量美国国安 必要时会用经济工具确保美国国安利益 并且保护人权 展望2024美中经贸关系 叶伦列出三大优先事项 第一是继续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双边经贸关系 第二是继续要求北京提供关于中国经济政策 和政策制定的相关讯息 第三是和中国在两国及其他国家都能受益的领域 加强合作 叶伦表示美中关系会持续面临挑战 美中在多方面有着强烈分歧 也始终存在可能对两国产生影响的风险 叶伦说美国的目标不是解决所有分歧 或避免所有可能的冲击 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的目标是让沟通有韧性 这么一来在分歧或冲突发生时 可以防止误解误判的升级造成损害 美国寻求企业和劳工的公平竞争环境 将持续要求中国在非市场行为和外汇更具透明度 而美中之间在反洗钱跟打击资助恐怖主义上也有合作空间 包括与加密货币相关的非法金融风险 叶伦提到2024年他将第二次访问中国 这也是美国政府维持明确沟通美国意图的一部分 包括制裁对外投资产业补贴还有国安等 那么叶伦表示要稳定美中关系 避免关系紧张成为新闻焦点 这也透露拜登政府在美国总统大选年 处理美中关系的主调 就是减少任何可能加剧紧张情势误解的可能 TVBS新闻家辉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